凤林政工所连日来积极规划相关的防疫设备采购 不知采购了相当多的压克力隔板之外 也购买了红外线的感测设备 希望对于民众来到政工所洽工的安全性可以提高 还能够让职员在安全的环境之中来上班 防疫期间群聚的问题是目前各工部门最为担心的事情 凤林政工所为了让公所职员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之下上下班 特别采购了相关防疫设备 希望能够借由提高防疫设施的准备 避免职员暴露在危险受感染的环境当中 政工所这边也针对防疫我们也提出 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个配置 除了说我们所有的承办人的桌上 前面都有制作一个透明的压克力板 方便沟通也避免飞沫的传染之外 那我们所有的亲善大使 我们也配备了头罩 还有额温枪 然后进来的时候 也全部都要留下他的联络的方式 那目的就是说一旦出现 有需要健康管理跟追踪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找到相关的人等来做好疫调的工作 那此外呢 我们另外也订购了热显像仪 热显像仪的好处就是 他只要民众在前面往前面站一秒钟 他会自动读报他的体温 那我们也经过实际的测试 他这个热显像仪不会因为 你今天拿的是便当 或者是拿的是热腾腾的一个碗面 而误判产生那个温度的一个警报 这我们都经过实测 那也已经订购了 那厂商最近就会进来公所这边施作 凤林郑公所提高了防疫的设备之后 对于洽工的民众也详佳记录 以便后续的追踪观察 凤林郑公所也希望民众能够尽量避免群聚 在防疫期间能够配合公所的相关措施 以为互洽工民众以及职员之间的安全管理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凤林郑的优优独立